hello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我是冯小厨 今天准备用一块老豆腐 给大家做一个好吃的家常菜 首先我们把豆腐先切成长条 然后改刀切对半 再切成方块 放入盘中备用 准备几个洗净的香菇 我们把它切片 尽量切的薄一点 放入盘中备用 锅中烧开水加入一勺盐 然后下入豆腐 焯水两分钟 这样可以让豆腐更加的鲜嫩 两分钟到了 我们把豆腐烙起来控干水分备用 我们倒入香菇 同样焯水两分钟左右 时间到了我们关火 把香菇盛出来控干水分备用 用红椒切条 再切成丁 装入盘中备用 准备几个大蒜 我们把它切成蒜末 然后装入盘中备用 装入盘中备用 装入盘中备用 现在我们准备调一个尿汁 两勺生抽 一勺蚝油 一小勺盐 一小勺白糖 适量的白胡椒粉 然后我们加入适量的清水 搅拌均匀 碗里面加入一勺面粉 一勺淀粉 把它搅拌均匀 然后倒入豆腐 用手把豆腐包裹起来 薄薄的一层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准备一个漏勺 把豆腐放进去 然后我们塞掉多余的面粉 锅中倒油 油温大概七成热的时候 我们沿着边缘下入豆腐 用筷子轻轻的翻动 用筷子三粘 炸至金黄过后 我们捞出来控干油分 锅中留底油下入红椒 姜末 蒜末 下入香菇 倒入我们调好的尿汁 倒入豆腐 倒入豆腐 加入适量水淀粉 我们炒至浓稠 然后我们关火成酥 最后我们撒上葱花点缀 好了朋友们我们来尝一下 汤汁也非常的鲜美 表面酥脆 里面又非常的软烂 比吃肉还伤 比吃肉还伤 朋友们如果豆腐不知道怎么做的 可以试一下这个酵成 真的是非常好吃 好了本期视频我们就分享到这里了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谢谢你的支持 我是红小厨 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